乌克兰用无人艇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履履得手了 这就让美国获得了所谓的灵感 它策划让台北武装在台海地区也发起这种无人艇攻击 那么我们解放军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据称美国那边已经拟定了相关的计划 并且开始准备训练台委部队 这个构想也就有可能变成现实 咱们说这个台海地区你往小里说嘛 那就包括台湾河家和台湾周边的这些海域 那要往大里说那范围可就大了呀 包括台湾到以东广阔的西太平洋地区 那么在这个区域之内 美国是都有可能亲自动手的 无人艇攻击那确实会给我们带来挺大的麻烦了 首先是会对我们解放军的舰船造成威胁 那更大的麻烦是 如果说是在西太广阔的大洋之上 无人艇攻击呢 还能探查到我们解放军舰队的方位 是他们探测手段的一种补充 然后呢他们使用其他的武器再进行攻击 还有就是啊 即便是我们能够有效反击了无人艇的攻击 也会消耗牵制我们的作战资源 削弱我们主要的作战任务的这个能力 也就换句话讲 我们要花费更大的这个力量去对付这些 不管他这个攻击是否能够获得成功 这不就等于是把我们给拖在那了吗 那么该如何应对这个事情呢 那我们啊就要先看看在乌克兰那边 他为什么能够屡屡的得手 首先呢是乌克兰是在黑海地区 经常在夜里边 他就发起这种无人艇攻击了 你看最近一次啊 击沉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导弹快艇 他一共发起了12艘的无人艇的狼群攻击战术 那被打击的目标呢 他大多是在前海区处于这个毛泊状态 也就是说他停在那的时候比较多 当前的无人艇啊 这个排水量都比较小 他采用电动或者是小型内燃机作为动力 有的呢他还是一种半潜式的 所以他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航行 更不适合呢在高海抗的风浪中啊 这个作战 乌克兰呢在发动攻击的时候呢 他本身都是一个风平浪静的状况 而且乌军的军舰呢 他就是停在那嘛 那不就是一个静置的火把子吗 第二我们再注意一下啊 最关键的是啊 俄军呢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 你就比如说他处于毛泊状态的舰船 甚至都没有下这个防雷网啊 这就是自己找死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呢 俄军缺乏必要的探测监视的手段 你就比如说空中警戒侦察等 俄罗斯没有这么去干 所以根据这一点来说啊 想要破解无人艇的攻击啊 关键是在那么极点 第一啊 你必须随时掌握对战场的各种监测探测的能力 就包括卫星啊 雷达啊 光电监测等等手段嘛 这个是破解无人艇攻击的前提条件 你想想你都找不到他的无人艇 你还怎么才解决他呢 第二啊 掌握战场的制电磁权 因为目前各种的无人艇啊 绝大多数它都还是要靠遥控来执行任务 但有一部分呢 它有一定的自主探测和决断能力 但主要啊 现在还是要靠阳控 因此呢 你掌握这个制电磁权呢 在很大程度上就能阻断这些无人艇的通讯 瘫痪无人艇 第三那就是直接打击他了 而且要尽量啊 远离舰队的时候把那些无人艇干掉 以避免暴露啊 自己舰队所在的位置 那最好的打击手段啊 说到底还是用这个无人队无人 就是用无人机 用长航式的无人机来打他 有人说啊 那咱们可以用这个 比如说舰载的武装直升机干他呀 其实这个武装直升机啊 它并不适合打这个高速行驶的这些目标 而且这直升机流空时间还是太短了嘛 无人艇你都不打 而且它比较脆弱啊 你这个直升机打他呢 还真有点这个大炮打蚊子的味道 而无人机带的小型弹药 那就足够用了 在台委武装力量 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之下 想用无人艇攻击啊 当救命稻草 这根本就是一种幻想 当然了 美台他也很清楚这一点嘛 他们更大的用意啊 就可能是我刚才所说的 他是尽可能消耗我们的作战资源